結束兩個星期的志工之旅 除了成就感之外 十二位慈大的同學 心裡都有著共同的念頭 有點難過 為什麼難過 就從我走的同時 終於要結束 要結束了 對啊 很難相信要結束了 慈大丹南海外志工隊 是慈大第二次的 自主性志工團隊 由同學們自己籌劃 半年以上的時間 最後決定來到馬來西亞服務 從神山部落到學校為教尋導 大學生的衝勁 讓志工之旅從始又過癮 但要圓滿每個活動 其實背後還有許多 他們不知道的愛心呵護 基本上我們慈激的學生 慈激婚會當然會更照顧他們 所以這個基本上在安全上 跟整個運作上 我倒沒有覺得說有什麼問題 許明牧主任說的沒錯 慈志工就是此大學生 在家之外最可靠的後盾 在出發前 桃園慈激志工羅清源 忠秀豬夫婦 就提供了場地三餐 讓同學們出發前三天 可以午後不知憂的集訓 三個前面那三個 國際應該要 不然這種都平平的 慈激 到了馬來西亞亞畢國際機場 等著十二位同學們的海事慈激志工 來到丹南活動開始之前的準備工作 不論是海報還是道具 原本以為可以在衛教的學校裡製作 到丹南才發現 車程距離遙遠而作罷 還好還有丹南慈激聯絡處 在活動中 當同學們發揮所學 協助許明牧主任燕燕時 慈激志工很自然地 就承擔起面對上百名排隊 等待檢驗民眾的責任 慈激志工 在不影響同學行動的情況下 大力支持 隨行的大愛台同仁也做好準備 隨時stand by 除了志工的陪伴 家長的支持 也是這次活動最大的助力 出發前的一個星期 接到凱婧的電話 那麼她說 媽媽我們出現了一點問題 我們需要家長 媽媽可以來幫忙 支持一下嗎 就跟她老爸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去支持 所有人的無私互持 就是為了讓同學們能學習成長 而許明牧主任 對同學們也有些提醒 他們的熱情是夠 不過我覺得 在事情的處理上 如果可以更去替別人想 替對方想 或是在別人的立場 是來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現在考慮 大部分是自己的立場 他們不要考慮說 別人的立場是什麼樣子 感恩是故事國 我們也感恩你們了 身在陌生的環境中 讓同學們更能感受到 周遭的溫暖 過程中的衝突與誤解 最後都在淚水與擁抱中解開 我們請問我們 最終的是 周遭的心情